好来看到这远东航空 四月份才这个重整复飞 不过就有现在呢 有培训的空姐 他指控说 这远航总顾问啊 这个严志行 利用植物质变对他们性骚扰 还声称董事长张光维呢 还知情啊 马上连线给记者范馨宇 好的远东航空 今年四月才重整复飞 而对于这一次的复飞 远航可以说是相当的重视 特别找来了实名的model 要把他们培训成为空姐 不过却在这样子的当头上 爆发了这个高层的性骚扰丑闻 根据了解呢 这一次出面来指控的三名空姐呢 也都是model出身 他们呢是指控远东航空的 总顾问严志行 利用植物质变来对他们进行性骚扰 那么具体的行为呢 包括强拉小手 强吻 甚至呢是利用这个考试 当作威胁逼迫三个人 必须和他来交往呢 甚至还一度要求进行这个性行为 由于呢 这三个人是在培训的期间 因此空姐是表示说呢 他们是一度隐忍了下来 那么其实这三个人是和记者来表示说呢 严志行是多次的自称 这个远东航空的董事长张刚为 知道自己和开台的关系不好 婚姻关系不和睦 所以是主动来建议他可以追求旗下的空姐来交往看看 不过呢 在接获这样的投诉之后 严志行呢 也是提出了严正的否认 他表示呢 他希望三个人可以提出实际的证据哦 不然就会针对三名空姐来追究法律责任 而事实上在刚才的时候 中天新闻也尝试要联络这个远航的董事长张刚为 不过由于时间太早了 他的手机并没有开机 但是可以想见的是在远航才刚刚复飞大约三四个月左右 就爆发了这样子性骚扰的遗云哦 想必会对远航的形象造成一地的影响 那么稍后有最新情形也将随时来为你掌握 把时间交还 朋友主播